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星叫福星 你算是 沈命過來享受的 哇!我是來享受的 過年陪火去算命 天生自帶公主命 Aries Channel 歡迎收看Aries Channel 過年企劃 恭喜發財 天窗的旗袍喔 祝大家新年快樂 虎年行大運 馬馬虎虎 虎勢丹丹 九牛一虎 過年企劃 大概不是都是什麼 呱呱樂啊 抽紅包 不一樣 我今天的過年企劃 是我要來算命 因為我這個人蠻鐵齒的喔 就比如說看牡羊座今天運吃 我就覺得 我哪有他講的這樣 就我都覺得那個是不準的 那我今天就要來實測 中西合併的算命 我全部都算算看這樣子 來看一下準不準 你們也幫我看一下好了 甜甜感覺很有靈力之類 他好像很可以接受一些宇宙能量 好第一位呢 是我們的 東西命與大亂鬥的好神老師 好神啊 這個是塔羅牌的部分 那我們要怎麼先開始呢 今天我們要算的是年運的部分 首先通常塔羅牌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會先洗牌 要洗牌的過程裡面 你就要去幫我想一下 在2022年 一整年的運勢大概是如何 我要換想我中二頭 我要買第二台寶石捷 然後又買樓利斯 我要買房子 哈囉我想好了 我想超美的 剛剛外面是十二個不同的面向 那中間代表說你接下來2022年 你會用什麼樣的態度跟狀態去面對 2022年所有的挑戰 今年啊 在面對挑戰的時候 你內心會覺得有很多的不平衡 會有很多的情緒起伏在裡面 會有很多的情緒起伏在裡面 有很多很混亂的想法在裡面嗎 所以總結就是 我要靜下心來 總結就是 有內心 這些想很多的東西呢 就會去讓你的情緒 變得比較起伏一點 我覺得我有躁鬱症 那現在我們看不同十二個面向 大概長什麼 好好好 你今年的工作運勢 應該是滿好的 耶 這狗狗耶 這一張牌抽到的是 聖杯6 也就是今年你會 很愛花錢 我跟你說 我也很愛花錢 我也在花來一來二十萬買幾點 你把錢收下來的話 你就是要把你的慾望降低一點 OKOK好 然後接著是講你的愛情 愛情其實今年還不錯啦 不在乎 她的愛人就是錢 對不對 會遇到一些比較風趣有趣的對象出現 那你不一定會跟她在一起 就是網路上有一段話嗎 呃 遇見你耗費了我這一生的運氣 如果是這樣的話請你離我遠一點 我過年才會打牌耶 重點是下一張牌叫事業 你會因為你更努力而獲得更多的錢 太好了 YES 你過去的累積在今年 會一次爆發出來 YEAH 最後一張牌就是 今年 你會遇到最大的盲點是什麼 什麼 太愛賺錢了 這是優點啊 有什麼好那個的 賺錢迷失了自己啊 已經算了我整體的塔羅運勢 我覺得老師講得非常好 如果想要找她算塔羅的話 也可以就是搜尋她的IG 那我們要前往下一個點囉 走吧 接下來我們請到這個華陽液晶協會的盧老師 要來幫我算一下液晶八卦指揮 東方的 因為我們剛剛算西方的對不對 對 這個命理算是比較長時間命中注定 這個盧老師他算的是會是我一生中 會是比較大範圍的 對 一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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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耶 嗯 一座的地方 好那我們剛剛就是有算那個卦 那現在可以開始講了 我們的五行有金木水火土 可是你少了一個木 所以你官薄落 官就是我們的事業 或者是另一半 可是你有七少 你會有男朋友 可是你要找到你真正的先生 就比較困難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我連男朋友都沒有 那其中這裡面還有一個叫六秀 你的命主這邊有一個洋刃寡術福心跟六秀 帶六秀的人通常都會比較有才藝 才藝啊 才女來著 你這個洋刃你看 洋刃就是很漂亮 當然啦 這個不用算 用看了就知道了 很漂亮 很漂亮啦 洋刃的話叫潛洋 潛洋叫做很好看 阿很銳利的 銳利 對阿他愛銳利啦 銳利 很銳利 我又漂亮阿 那這個也在你的個性上面會呈現出來 你本身在講話的部分 你會很直接 哈哈哈哈 非常欲喘 小管 小管你點頭耶 其實看你的臉就知道你今天該不高興 欸欸欸欸欸欸 每一個幕後都點頭耶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星叫福星 你算是 沉迷過來享受 哇 我是來 享受的 你在困難的時候 就有人來幫你 對 酷炫就是我的貴人 阿你只要講出來 人家就會幫你 對對對 你這邊有一個寡術 寡術難怕菇 你怕寡 我們現在 四分年齡大概會到 32到35之間 欸 因為我這次也有很多規劃 我就是規劃大概 32到35要結婚 來 天機屬木 太陰是屬水 齁 你要注意 不能太晚睡 要不然肝胃不好 真的你看我的黑眼圈 然後我還長痘痘 第二個 太陰化科 你將來的子宮會長療 我現在就 巧克力囊腫 很少年輕女生就有的耶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你 你將來懷孕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能夠坐床 對 我的婦產科醫生就說 我的巧克力囊腫會影響到 很不容易受孕就對了 哇 你都會留現金 你的房地產比較少 蛤 我要排庫 但是呢很奇怪 你會有祖產 你爸爸媽媽會留給你 你爸爸媽媽會留給你 蛤 他們都說要留給我弟啊 可是這邊看你有 所以他們會改變形容嗎 所以他們會改變形容嗎 你剛剛在算什麼 老師在幫我算上輩子 我上輩子也是個女生 也是個美女 而且還是個才女 跟我這輩子一模一樣 唉唷 唉唷 具體是什麼才女 怎樣的才女 大概 也是演藝圈嗎 演藝圈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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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有演藝圈嗎 我們這個石頭公講的是我這一輩子 接下來算的那個瓜 是只有今年的 比較小範圍的 我們來聽一下 好你今年剛好走到最上面 有很多朋友會來幫你 代行的話 就表示 你今年的粉絲量會再增加 哇 耶 粉絲量會增加多少 嗯 這裡是2 這裡是12 最多會增加20 所以基本花錢就是你靠嘴巴吃飯 就是你 真的對 對 很有說服力 好我覺得今天真的是受益良多 謝謝盧老師 不客氣 不客氣 我的這一輩子的命運 這樣子 就是來享福的 來吃喝玩樂 對啊來吃喝玩樂 好爽喔 上輩子還是個才女呢 希望下輩子也吃 那我們要去下一個點 最後一個點了 走吧 好我現在來到 饒河夜市 最後一站是沒有 哇 我之前經過很多次 就已經覺得 很想要嘗試看看 今天終於執行了 來我一樣是要問我的事業 今年任允年 有一個事業工作的財力 你什麼好 好可愛喔 小鳥鳥 風明界東風第一支牽 你在工作 你必須要用心 用腦筋 要動了啦 我都沒拿來 那第二支牽 相當的不錯 夢中求損 夢中求損 什麼意思 在工作當中 要努力 憑你的實力 有信心 這樣的工作 就能夠蒸蒸日上 有 我很有信心 我很有信心 三支牽 都非常的棒喔 是三支牽 很棒喔 紅顏 打椅子吃好損喔 現在的狀況 即使有一些錯綜 有一些狀況 經過你的努力 後面就會更好 有些人是有努力 但不一定會有結果 但我是有你努力 就會有結果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有西方的 有中方的 有小動物的 我覺得三個出來的結果 都是好的耶 所以我虎年應該是旺 旺到不行耶 他不是只看今年 他也是看我這一輩子的運勢 其實我就是 好命啦 吃喝玩樂的命啦 對 就是好命 可能我上輩子真的就是 也沒有做壞事啦 這樣子 所以這輩子就是來爽的 欸 這支影片 大家覺得我太爽了 然後討厭我 這個的是 見仁見智 每一個人 對 當參考 你不要迷信 就什麼都要求神問補 你還是要有自己的個人意志 去做選擇 聽聽就好 當參考 不要太投入這樣子 這也不是業配 因為我都有付錢 所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這些老師去算算看 有時候寧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 我過年 我就算一下 也沒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這個平台要追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五年新大運快樂 新年快樂 Aris Chann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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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